歡迎收看最南連環歐遊十一國 今次去到我的第二集就是巴黎 巴黎分了兩集 你看這個是下集 都一樣會有個目錄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不想看我逛街 就在這些目錄挑選你想看的重點去看 這裡有個小小的總結就是 整個巴黎的旅程去了哪裡和吃了什麼 上集已經講過一次 所以今集就用一個比較快的快鏡帶過去 今天起床就要去羅浮宮 去羅浮宮之前就先吃下東西 晚了起床就想趕快搞定 就免得出街吃 因為出街吃都要些時間 這裡是法國 不像在香港那樣有些韜韜茶餐廳 那麼快給你吃 所以最快的方法就是自己錄杯麵吃 那杯麵我在香港帶來 就加了些法國芝士下去吃 法國芝士蝦杯麵是蠻好吃的 搭完地鐵就來到羅浮宮 除了巴黎鐵塔和海船門 我猜羅浮宮這個玻璃三角形的金字塔 都是巴黎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地標 順便說回 剛才我搭地鐵來羅浮宮 出站的時候 在一個站後 是有幾位妙齡少女叫我填問卷的 我都是沒有理會離開的 不是說沒有愛心 因為我分不到她 真還是假 因為巴黎的景點 是有些問卷檔的 那你跟她做完問卷 簽了個名 她就要你捐錢 那為免這些事情發生 我就什麼問卷都不做了 好了 說回羅浮宮 那她開門之前 我已經到了 那就要排隊等入場 排隊這裡感覺有點亂 但其實她只是分了兩大條隊 那一條就是 已經在網上買了門票 一條已經在網上買了門票 另一條就是 完全未買門票 要即場買門票入的 我當日去到 是沒有很清楚的指示牌 指示人家排哪邊的 我就要問那些警衛 然後跟她說 我在網上買了票 我應該排哪裏 那些警衛就指示我 排一條對的隊 大家去到 都小心點 排回那條自己對的隊 不要排錯 因為真的沒有什麼指示牌 還有我當日 那個館不知為什麼 遲了開 那便積得更加多人在門口 終於可以進去了 我就在這個玻璃金斯塔 走進去 然後就坐扶手電梯下去 下去拿回地圖 如果需要的 拿回聲音導航 就可以開始看剪片 羅浮宮有很多很多剪片 它有三寶是特別出名的 三寶我都會拍給大家看 一早都已經那麼多人了 那我們就衝去看最有人氣的第一寶 大家猜不猜到是什麼 它是一幅畫來的 是畫一位女士的 但是呢 曾經也有傳聞說 那位是男士來的 張國榮有兩首歌的歌詞 都提到這幅畫的 待會就會挑是什麼來的 整個博物館 你都隨處可見 有一堆堆的學生 是在參觀上課堂的 真的開心 從小到大都浸淫在藝術品上 好了 來了 一開館已經那麼多人在排 大家看不看到是什麼來的 越來越近了 越來越近了 蒙羅麗莎 此時一幅畫 如何掩握天下 剛剛唱那句歌 是張國榮和梅艷芳合唱的 《芳華絕代》 這幅畫就是達文西的著名作品之一 《蒙羅麗莎的微笑》 我想沒有人會不會認識這幅畫的 大家都會排隊爭著和這個微笑拍照 這個微笑亦都被人稱為神秘的微笑 因為有人發現 在不同角度看這幅畫 那個微笑是會有變化的 而且當你很專注看它 那個微笑是會消失的 好了到我了 給大家看一個近鏡 都要拍得比較快手 因為後面很多人排 怎樣 大家看不看到蒙羅麗莎的微笑的變化和魅力 我看完這個微笑之後 看回更多人 證明我這個策略是OK的 即是一開館就看了《蒙羅麗莎的微笑》 之後再看自己想看的東西 待會就會拍其餘的兩寶給大家看 但沿路我都會隨意拍展品和大家分享 藝術方面我不在行 但我來到羅浮宮 都真心覺得這些藝術品是很美 很值得看的 即你會見到有些畫很大幅很精彩 它們畫得很細緻 比例、顏色全部都很美 那我在這個羅浮宮 我就慢慢看 慢慢又拍一下東西 就用了四小時左右 如果你想慢慢看、慢慢欣賞 了解一些藝術品 那四小時都一定不夠了 可以再預多些時間去逛 那我現在就隨心拍一下一些藝術品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不要以為只有畫看 後面還有一些雕像拍給大家看 在我們的觀看 你也不是剛好 而是 是 在這看 他頭部 有很多 聽心 因為 他不可以 看來看 他們 有很多 他們 有這麼大 第二堡是希臘的聖利女神 她就像身體有翼的 站在船頭一樣 是世界很著名的雕像之一 大家先看看其他東西 稍後會拍攝第三堡給大家看 我覺得這間金碧輝煌的房間真的很漂亮 這裏其實有點像梵蒂岡的博物館 遲些我做完梵蒂岡的影片 都會上來給大家看 現在又看到一些埃及物館 不過說起埃及物館是大英博物館的精彩 這裏有一堆小魚 我記得要拍攝給大家看看 這麼大幅的話 其實我很喜歡近近地慢慢走去看 這些位置真的很細緻很漂亮 不是吧 又是這樣的難牌 整晚都被人按住來砌 快點塞個坡煙給我 讓我儲九四條煙 我真的不用倒杯紅酒 嘴到她更加醉 不要這麼心急 都要找位置給你 只有一條人坐在我對面 這幅是我很喜歡的作品 叫做《街磚煙的作弊者》 在說左邊的兩女一男 加上騙右邊的男生 但也有另外一些解讀方法 例如說 左邊的男生想出術 就被中間的女士發現了 其實藝術品有時候就是這麼有趣 你看你自己的感覺 解讀到是什麼就是什麼 畫的那個其實是透過一幅畫 想表達一些東西和別人溝通 但就不是用文字去這麼清晰說明 就反而是有一份浪漫 她用圖畫告訴你 究竟我想說什麼 所以其實一個藝術品 可以不止一種解讀方法 畫大致上就看完了 現在就去看雕像 我經常覺得布的質感 可以用石刀出來 其實真的很厲害 頭髮布的細緻位很漂亮 你現在說什麼 我的延長 要是把整理人拿出來 拿出來 放在那裡 把整理人說 所以我可以說 這行李平平平 所以我當然不想說 我你現在說 准脫不知 有些事 跟這行李平平平坦 羅浮宮的第三部登場就是斷臂維納絲 這個雕像很有名,它的頭身是一個女性身體的完美比例 它都是來自希臘的 三部就出場了,但我都覺得還有其他好東西可以拍給大家看 大家先看一會吧 如果想看另外的東西可以隨時去目錄選自己想看的部分 好,羅浮宮就看完了 回到入口這裡,然後找一條路出去再找食物 它都很大廈,走出去都需要預算時間 出了外面,現在就找一間餐廳吃東西 因為今早只吃了杯麵 走來走來就在菜立河邊找到這間餐廳吃法國食物 進去之前在Google看過,評分都OK,那就進去試試看吧 天理比較冷,沒什麼人坐外面 坐在餐廳裡面 餐廳一條馬路之隔,那裡就是菜立河來的 這間餐廳的樓底都挺高 這次拍了一個餐牌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到有有Crab吃了,不過今次不是吃Crab 那我先點杯啤酒吧 這次想吃一下法國的麵包 就點了這個烤雞雜菜的Club Sandwich 這裡的Club Sandwich是用法麵,不是用方麵包 都挺好吃的 但我想推薦是另一款法國傳統三文字 Cook Madame 不喜歡吃煎蛋,沒有煎蛋的版本叫Cook Bussu 整份熱辣辣的,咬下去香口的,應該煎過焗過 面頭的芝士很厚的 中間就是包夾著芝士和火腿 天氣凍食這份東西是一流的 吃飽飽了,那就去菜立河那裡滑一下 那它夠不夠呢,會有些路讓你走到河邊那裡 我們現在就走下去看看,滑一下休息一下 那要留意兩件事,第一就是 如果好像我這樣一如去,這個河邊都真是幾凍的 幾大風的 另外要小心就是它的路有時會有狗屎 大家看清楚一點,就不要踩到狗屎 坐在河邊看著河放空,是幾舒服的 慢慢坐慢慢休息一下,記住在法國 慢是一個生活態度 在河邊坐完慢活園 現在就去下一個景點,那裡是非常熱鬧的 老佛爺百貨公司 坐完巴士下車,現在就走去老佛爺 好,到了,這個就是巴黎鼎鼎大名的老佛爺百貨公司 這間百貨公司附近,樓下都幾多人 大家走的時候就小心點自己的財物 都是那句小心,但又不用過份擔心 我進去有分男女兩邊 那我就經這條橋走去男人那邊 一會兒會見到很大分別 男人那邊的裝修天花板就是這樣的 所以說這個世界又怎會有男女平等呢? 女士們的消費力高嘛 所以一間百貨公司大部分是就著女士口味來設計 其實是應該的 平均來說,女士的購買力 永遠都是高於男性的 所以女士這邊是做得漂亮很多的 大家再看看,真的做得不錯 走完老佛爺,就坐車去下一個節目 就準備坐蔡立河的觀光船 回到巴黎鐵塔這邊 現在就走去找上船的碼頭 很近巴黎鐵塔 我們上船的碼頭很近巴黎鐵塔 就在鐵塔旁邊 可以一邊走一邊看看鐵塔 又看看蔡立河 好了,到了! 這裏就是上船的碼頭 這裏都早一來,要排隊排到他開船為止 待會上船就會晚上夜遊這個蔡立河 就可以看到巴黎晚上沿著河兩邊的景色 就開始了,首先坐在船上 待會就會走出去給大家看 好,對了 你也會選擇盡水 開船下的那些小鑼 開船上的小機器 開船上的地板 開船後的電池 開船上的手機 開船上的高機器 開船上的廳 開船上的船上的路 開船上的船上的手機 開船上的船上 開船上的手機 開船上的地方 開船上的船上的船上 我現在去船上外觀看巴黎夜景 其實我覺得這樣看是比較漂亮的 但是這樣就會比較冷 如果大家都坐這個遊船 大家自己取捨吧 車子汗 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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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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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